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得分最高的五间机构也会进入今年4月15日在会展举行的决赛争夺冠军殊荣 决赛名单将在今年4月1日公布 而今年的比赛将设有公造投票由今天至4月14日 公众可以透过大会发布的比赛变段 选出心中最出色的电子商务策略 而得票最高的机构也会在决赛当日获大会颁发 最受认同电子商务策略大奖 首先我们有请阿里巴巴香港有限公司销售及营运经理 香港及澳门 文承亮先生为我们自开幕前 有请文先生 谢谢大家 刚才也谢谢Tony介绍 其实我是阿里巴巴.com的代表 香港区这边 其实今天行程也挺紧密的 因为有五位很有实力的网商朋友来参加 所以其实我希望在这个时刻 用大家十分钟的时间 很简单地说一下 其实刚才Tony也提到 其实我们这个香港电子商务生态大会 以及热出网商都已经开始了两个月 其实中间的过程上 我们发觉有很多网商 其实原来给了我们很多惊喜 原来他们有很多的想法 很多的解答案 很多的故事 原来都是我们没有想过的 我相信在座各位今天是想来听到这些故事的 而在电子商务发展的过程里面 其实阿里巴巴 其实我们自己都希望可以扮演着其中一个重要的角色 大家看到这里 其实是一个我们今年的slogan 就是狮子山下共创商贸新世代 这个新时代应该是 其实这里可能打错了 其实我想说 为什么会是狮子山下呢 因为我们这里在座各位 都是香港的公司 香港人 其实狮子山 一直都代表着我们香港一种 就是狮子山精神 一种奋斗 其实在做电子商务也是一样的 另外共创的原因是因为 希望大家在座各位 其实不要当自己是一间中小企 自己独立一间公司 其实这个市场 这个电子商务的环境 其实大家都有份的 所以其实呢 所有市场的持份者 都是involved下去的 那么商贸新世代更加直接 我们其实未来的方向呢 不仅是纯粹说电子商务 是包括整个外贸环境 如果你是做出口的Visas 其实都会在这个新时代上面 叫做发展 可以 谢谢 好 接着 是的 其实这个很简单地说 其实互联网外贸 其实是什么新时代呢 互联网加外贸 互联网加外贸 其实就是 我们可以认为三大的范畴 一个就是共建生态圈 等一下我会再讲 其实共建的意思就是 大家都会involved下去 因为生态圈是一个我们叫做多物种的 就是是什么party 做一个市场的持份者 都会involved下去的 富能中小企 其实这个更加显现了 其实我们是希望empower到 每一间中小企 可以透过阿里巴巴这个生态圈 或者我们市场上的这个生态圈 可以提升到公司的效能 提升到外贸的能力 当然中间也会显示很多互联网的要素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沉淀中小企的资料库 Database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境 我想大家可能之前有听过 阿里巴巴其实是一间 Data Technology的公司 就不是一间IT公司 不是一个网站公司 其实我们很多东西都是为数据而生的 所以其实数据可以演发 big data可以演发成一些 很多很有价值的资料 给大家 那好了 这个其实我也略略说一下 那其实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叫一环一圈 其实大家看到 左手边这个叫做交易币环 其实很简单 如果在座各位 如果是做出口市场的话 基本上这个交易币环上的每一环节 你都走不掉了 譬如包括 你一定要在平台上拿信息 去拿买家的资料 接着拿订单 接着去交易 接着去服务走货 物流 金融 融资 这些各方面 那其实走不掉的意思又是什么呢 所以 我们在这个交易币环里面 每一间公司都加入在这里 所以 其实我们是必须要建立一个生态圈 而这个就是阿里巴巴现在很智力去做的一件事 就是我们会加入更加多的parties 我们不再单单只是一个讯息的平台 我们希望可以联络到一些 sorry 联络到一些服务商 甚至政府 培训机构 包括人才的培训 物流 可不可以有一些更加低廉的物流的成本 可以给到大家 甚至乎一些行业协会 院校这些 其实都会是我们 希望可以加入生态圈的一些部分 其实是不限于这里 你所见到的 其实将来可以进入更多更多的不同的物种 这个也都很 比较简单 所以这个图好像比较复杂 但是其实很简单 所有东西都是以中小企为核心 中小企会有效能 资金 交易安全 订单 这些需求 我们再推广上去 蓝色这些圈圈 就是我们阿里巴巴现在会有做的 而在外面的圈圈 其实就是说 我们会找这些 拍档朋友 譬如一些信用评测机构 金融机构 今天我们也有 大山行的朋友 或者可能商会 商圈 去帮助到每一间中小企 如何可以在现时的一些商贸的决策上 商贸的解决上 可以提升到 而这里其实也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大数据 其实我们阿里巴巴也透过 如果大家可能有机会有听过 有一家叫一达通的公司 也是我们阿里巴巴旗下的公司 而在香港 以往来说 比较少接触这家公司 今年来说 这家公司也会在香港落地 它的服务也会在香港落地 其实这家公司主要是做一个 将一些大家的交易资讯 去沉淀下来 成为一些数据 那这些数据 是将来可以回归每一间公司的 是的 这个其实 简单一点这么说 其实这是一个富能的流程 其实不需要太复杂 里面的东西可能 将来也可能 大家如果透过客户经历 也可能会看到 其实最主要 我们想告诉大家 将来 其实如果你是开一间商业 你是做外贸的话 无论你要找人才 找买家 找商机 接订单 以至乎去到要出货 比如出报关 退税 这些各方面 甚至乎你要再提升了 专业服务 怎样可以令到你公司的人才 培育 这些其实都可以 在透过阿里巴巴这个生态圈里面 去找得到 所以其实大家 就不会再觉得 阿里巴巴只是可能 给你拿来找生意 将来其实 很多每一个范畴 你总之你做出口的每一个范畴 都会可以牵涉到 好 所以刚才说过 一达通是一个最新的服务 在香港落地 也刚才说过 它最主要的目的是沉淀数据 可以帮到大家 将来是透过这些数据的反馈 是得益的 所以这里也借了少少时间 去做一个一达通的简介 这里很简单 略略地说一下 公司定位 其实它是一个外贸综合的服务平台 例如什么叫外贸综合服务呢 可能大家听这个词比较陌生 很简单 如果你有做出口的 曝光 结匯 退税 这些就叫外贸综合服务了 包括金流 物流这些服务 所以你看到这里 其实这些都是包括在里面的 所以我相信每一间公司 无论你现在是不是在做电子商务 其实只要你有做出口 做外贸的话 其实都会牵涉到这些环节 所以以前来说 你看到橙色这个部分 橙色这个部分叫信息流 其实以前就是在阿里巴巴上面 你一定可以得到的 就是在这里上面 可以找到很多卖家的资料 去联络到卖家 在上面可以得到一些订单 但是现在来说 配合一达通的服务来说 其实资金流和物流这方面 其实也可以 和你的数据方面 也可以透过这两大服务 去帮助你们 去做成一个完整的外贸流程 这个就比较简单了解 简单来说 如果你找订单 就是阿里巴巴 做订单就是在一达通 那这里其实 它有一个互相关系 如果你透过阿里巴巴 去找订单之后 其实你那里的订单 如果一些交易 因为你会出货 你可以透过一达通的服务 你去累积这些交易数据 这些交易数据 是可以成为你的credit 成为你的信用 将来是有机会可以拿来 比如可能去给一些买家看 或者给一些金融机构看 究竟你的公司有没有实力 有几多的货币 可以在里面支撑 而另外这边 其实也可以 改善交易条件 什么叫改善交易条件 因为刚才说过 其实他们做一些 专业的外贸 综合服务 比如刚才 报关 退税 金流物流 他们做一些专业服务 其实 如果这些东西 可以交给他们 是可以改善到你的流程 和效益 好 这里我就不特别详细说 因为是时间的关系 所以 其实最终你看到 通关外会退税 增值服务 这些 和物流 金融 这些都会在一达通 可以带到给大家 其实很简单 如果你说 在一达通上面 其实 我觉得最直接 大家会觉得是什么 就是 可以退税 退税呢 其实哪些客戶 有机会 如果你在国内走货的话 我不知道 我想做个小小的统计 有没有人 你们的货是会做出口 而是会在大陆出去的 无论是出去香港也好 还是出去外地也好 有没有人是这样的 我会举手 也有不少客户 其实这一部分 就可以留意 其实这里 可以有个退税服务 给大家 以往大家 没有退税 可能就少了这个 revenue 其实现在 如果透过一达通来说 就可以做到这个部分 其实这些 我就是不特别详细地说了 究竟香港哪些客户合适呢 其实这些 可以问客户经理 都可以拿到这些信息 而最后 其实这里 也可以有个参照给大家 其实 一达通的 合作 如果有什么费用 或者查询 其实都可以来回这个网址 或者联络你的客户经理 不过我也都可以去 讲多一句 其实 接下来这里 也很重要的就是 互联网 你如果透过互联网去做生意 你一定要懂得去利用 互联网的特质 去帮你累积你的数据 你做了多少生意 以前来说 可能真的只有个口说 没有人知道的 当然你之前只会放入袋 但是将来 你想再拿这些生意 做一些参照 未必有人知道 但是反过来 你可以如果真是一个 很大的资料库 帮你累积到 你每个月 或者你每一年 你的turnover是多少 你究竟每一年 就有多少单货 这些来说 全部都是一些credit 可以货 除了给买家看之外 也可以给一些信用机构去看 比如银行 或者其他一些 就是叫做融资的机构 这些来说是直接增加了 你企业的竞争力 和价值 所以其实 最终一达通 其实就是希望 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如果你们是走货的话 就可以把这些数据累積下来 好吗 或者今天我都先说到这里 好吗 谢谢 大家都相信 透过刚才阿文先生说的 都更加了解到阿里巴巴 在网商上 如何帮到大家 麻烦阿文先生先就座 在比赛开始之前 需要跟大家 讲一下 今次准决赛的评分标准 今次的评审 会根据各个参加机构的 电子商务平台 外贸营销能力 公司管理能力 和资源运用 进行评分 各个参赛机构 将会有20分钟 去和在在各位 分享他们的电子商务策略 超时的 可能有机会被扣分 甚至中置演说 所以希望一会 各个参赛机构 好好运用你们的比赛时间 现在我们首先介绍一下 今天各个评审和参赛机构 与此同时 麻烦各位代表先到台前 我们会拍张大合照 首先介绍五位评审 包括阿里巴巴香港有限公司 创建Champion Club 也是去年的十大网商之一 陈永华先生 Mr.Jacky Chan 同时 今天有五间参赛机构 包括 威利电机有限公司 最后有请今次活动的协办机构代表 资本杂志助理总经理 吴秀贤小姐 麻烦 那 摄影师 佳一佳各位拍张照 如果大家拿手镜箱 可以来台前拍照 不用自己拍照 会不会大家向右手边移一移 向左边 向左边 你们的右手边 你们的右手边 是的 好 是的 今次人才仔仔仔 比较多人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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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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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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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 快走 cre到 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